我们来看这个混合运算 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记得在做混合运算的时候 我们先做挂弧然后才做乘除 最后才做加减 然后我现在先做挂弧里面的东西 6减这一个它会变成5.76 ok为什么呢因为6.000.24 我减了之后5 14.46 9减27 然后它会变成5.76 ok所以它会变成5.76 然后除我变成乘 然后倒反过来3和4 然后我越减14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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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答案是4.32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题 这一题呢它同时有乘 跟挂弧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挂弧的部分 所以在这一边分数的加减 是我要把分母变一样 所以这边我要乘3 然后分子也乘3 这个也乘5 这个分母乘5 所以我有5分2 乘3 3515 339-3515 5 然后它会变成5分2 乘4分15 然后上面跟下面月 上面跟写下月 155 3515 122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2分3 所以我拿到的答案是2分3 好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嗯 那个 嗯 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一个 它同时有除跟- 所以我们先做除的部分先-24除8 我们合符号的时候呢 我们合符号还有我们乘除的时候 呃 加加会变成加加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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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乘0,1.8除9,ok1.8除9,然后我在这边919,然后2918,然后它会变成0.8,所以这个答案会变成0.8,然后接着这一题呢,我们同时有减跟除,所以我们先做除先,所以这一个要换成小数很难换,所以我们直接减减减,减,减, 然后减0.6除变成乘302,然后我再来越减212,然后0.3,所以它会变成14减negative0.9,然后它会变成14加0.9,然后它会变成14.9,所以这个的答案是14.9,嗯,然后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一题,这一题它同时有挂谷跟那个 乘,所以我们先做挂谷里面的减先,所以这一边乘3,这边乘3,这边乘5,这边也乘5,然后我要乘的话,我换成假分数1889乘3515,4312,3515,520,然后它会变成98乘215,然后我们再来越减122,428,339,3515, 然后上面是3,然后下面是20,然后所以它答案是3乏20,OK,题目要我们写inlowest term,这个就是lowest term了,3乏20就是我的lowest term了,就是最,越减,你要越到最减,那个就是lowest term 的 感谢观看